四川成都 上千市民周一走上街頭 聲援被城管欺壓的小販 抗議警察和城管濫用職權 據多名目擊者稱 周一下午5點左右 在四川成都雙流區西航港街道川大路二段十字路口 城管在驅逐小販時打傷了一名小販 並叫來警察試圖將另一名小販帶上手銬帶走 城管和警察的這一舉動立即引發了路過市民的不滿 他們圍住了試圖逃離現場的城管車輛 要求城管將被打傷的小販送到醫院救治 要求警察試犯被抓捕的小販 城管給上半天了 你看 現在在那兒都整了 起碼有三十個小時了 我的櫃和下人看 還好 然而 打人的城管並沒有打算救治小販 抓人的警察也沒有打算釋放小販 反而想趁亂逃走 城管和警察的這一舉動導致越來越多的市民加入了抗議行動 人數達到了上千人 市民的抗爭 迫使警察釋放了被抓捕的小販 隨後 被釋放的小販跳上警車頂部 揮舞帶著鏟鋼的手臂 抗議城管的惡行 他的這一舉動立即引來市民的歡呼 將此次抗爭行動推向了高潮 把人家抗半天了 抗議行動 示威一直持續到當天晚上十點左右 在警察將受傷小販送到醫院救治後 市民才逐漸散去 遮掌飾 goosebumps vêem what you do emmore subscription 面部的警察 鰻木层 Nin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